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王一博休假忙着打高尔夫,私生问题让人零容忍。 最近的王一博好不容易等来了休假,好多人依旧没有放过他,特别是出席活动。 在飞机上遭遇私生困扰,公司发声明抵制,才让人看到了顶流的背后,是各种的困扰。 网络上不少人说,王一博的父母遭受私生困扰好些年,甚至出现经常换住所的情况。 还有就是王一博的朋友跟住所,都被紧盯着,这种情况的出现。 请公司不要再单纯的发声明抵制了,直接报警处理吧。 这种情况的出现,让人费解,喜欢一个人,就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,而不是去打扰。 特别是在公共场合,制造困扰,扰乱秩序了,还打着旗号说是粉丝,这种行为相当恶劣。 给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,也是现在为何这么多人提及饭圈,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一样。 跟车,偷拍,扰乱秩序等等的情况,在王一博这个顶流这里,我们都看到了。 也着实替他捏了一把汗,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一下,追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,意义是什么。 王一博爆火的这几年,基本上无休止地忙着工作。 大张伟在节目上说,王一博快忙运了,哪会有时间。 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,王一博是真的够忙的,哪怕是好不容易等来了休息的时间。 这个孩子还要开发他的新爱好,最近不少人拍到他去打高尔夫了。 其实王一博算是运动系男生,一旦喜欢上某项爱好,那必然是追求极致的类型,会很认真的研究一番。 我们在节目中,看到他玩溜溜球,玩滑板,魔术等,都得心应手。 不说专业性多强,一看就知道是高手。 起码我们看到王一博不是那种晒人设的,样样都有模有样。 很多人学了个皮毛就出来晒。 可是在王一博这里,从来都没有,他也足够坦诚,从来没想着糊弄人。 这也是为何他参与到街舞后,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街舞的魅力。 了解到这么多街舞的物种跟表达的东西,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 在自己熟悉的领域,王一博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。 而是用自己的方式,分享其中的知识跟乐趣所在。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,我们看到王一博为何口碑道路人员,国民度高的原因所在。 提及王一博,很多人想到的是作品,是街舞,是个不错的艺人。 少说多做,王一博兑现了他说出的美句话,这是很多人欣赏他的地方。 这次我们看到王一博打高尔夫,已经不是一两次了,这项新爱好。 还要追溯到去年,在街舞火锅间里,他还是个小白,如今呢? 喜欢了就勤家练习,如果不喜欢,怎么会这么多次出现在高尔夫球场的呢? 长得 en好其他人 长得格访者